汽車開下交流道 明明直行 地上卻突然出現虛線 这样要打方向灯吗 我觉得应该不用打吧 交流道下来我是直走 我都没有变换车道 设计上确实有一点奇怪 因为正常那边下来的话 看过去看起来是一条直线 这里是国道五号下宜兰交流道 明明是一个车道直直走 却突然多出一条虛线 就有网友PO文 在这个路段明明没有要变换车道 却被开了一张红单 认为非常不合理 不过网友却直言确实违规 规则就是打方向灯 记得缴罚单 事实上只要有跨虛线 就要打方向灯 有虛线就是要打方向灯切进去 对于这个路段的设计 警方也做出解释 它是一个穿越虛线 它是以公车辆汇出汇入时 作为划分主线车道 与其他车道之用 如果没有打方向灯 将会被依照道交条例第42条 开罚一千两百元以上 三千六百元以下罚金 提醒用路人看到虛线时 千万记得要打方向灯 才能避免荷包大失血 记者林医生 王毅德已然报道 已定不及吧 你们别den 老板 follows 一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